全球第一架实现自主飞行的无人轰炸机 却被美军改成了仅用来加油的舰载机 美军这是有多豪横 2007年,美国空军秘密启动了一个项目 时隔4年后,自主无人航空器的鼻祖X-47B闪亮登场 在2011年前后,远程遥控作战无人机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概念了 不过,新登场的X-47B和那些简单的遥控飞机相比 具备速度快、有效载荷大、航程远、隐身等多个优点 最重要的是,X-47B实现了一部分真正意义上的自主飞行 一般来说,在执行高强度的战斗任务后 飞行员的体能量消耗是巨大的 无论是空中加油还是在航母着陆都很容易出现各种意外 但是X-47B的出现彻底解决了这些问题 这架没用尾翼的飞行器 首次向世界展示了战机的高度自制 用今天的话说就是AI驾驶 内容包括自主路线规划、自主着陆和自主空中加油 正是从那一时期开始 关于航线、着陆、加油等自主技术 开始被移植到美国空军的其他机型 包括F-22和F-35 从这一角度来看的话 X-47B虽然没有大规模量产 最终只生产了两架 但其诞生的意义还是巨大的 不过让人疑惑的是X-47B既然是自主飞行的鼻祖 性能也那么强悍 美国空军却将其改成加油机 这不是大材小用吗? 火力军先说结论 如果你是美军的敌人 X-47B作为轰炸机会把炸弹从你头顶上扔下来 万一炸弹没有命中 你好歹还有喘息的机会 可如果X-47B作为加油机的话 你会发现自己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 因为每一架美军战机附近 都有一座可移动的加油站在随时等候着 我们先来看一下X-47B的性能 以及它作为轰炸机有哪些特点 众所周知 无论是全自动还是半自动 哪怕是遥控飞机 最怕的就是电磁干扰 早在2012年 X-47B两架原型机就通过了美国空军的抗电磁干扰测试 作为无人机 这种防护功能的重要性不亚于遥控软件的设计 这也是后来X-47B能实现全天候复杂天气下顺利起降的前提之一 据BBC2013年7月报道 X-47B实验机从马里兰州海空军基地起飞 目标是位于弗吉尼亚州海岸外120公里外的航空母舰 海巡飞行员一般需要进行长时间训练才能把战斗机降落在航空母舰上 对于新手来说颇具挑战性 但对于X-47B来说却是小菜一碟 和老型号的无人机比如捕食者或者是死神相比 在没有地面操作员逐步遥控的情况下 X-47B仅借助其复杂的软件计算 只一次就成功降落在了航母的甲板上 X-47B实验机长11米亦展19米 最高飞行时速0.9马赫 飞行高度超1200米 它的外形看上去十分科幻 像是B-2隐身轰炸机的缩小版本 所以也被很多人称为迷你B-2 本身旧小 再加上整体采用先进的隐身涂料 隐身性能比B-2还要优秀 X-47B机翼由铝合金部件和碳纤维缓氧复合材料蒙皮组成 后部采用负翼拥有高度集成的电子液压管路 和其他固定翼不同的是 X-47B的机翼是可以折叠的 折叠以后翼展只有9.4米 由于它采用的是五尾翼设计 因此在着陆的时候会利用大影角来进行减速 X-47B的动力由F-100-220U涡扇发动机提供 载重能力非常强悍 总中不超过6.3吨的情况下 最大起飞吨位竟然能超20吨 且最大航程达3800公里 作为舰载机 这些性能无疑会大幅度延长航母的作战半径 得益于它超高的载重能力 除去消耗和自身的重量 X-47B在携带两吨弹药的同时 还可以再带上一枚900多公斤的JDAM联合制导炸弹 2013年前后 各国的军用无人机平均挂载只有一吨左右 X-47B的优势显而易见 它所携带的JDAM 简单理解就是常规制导弹药的精确套件 这种套件可以让一枚无动力弹药飞行15至上百公里后 在精准命中目标 目前最新型的JDAM套件射程已经突破了1000公里 弹药优势配合其所搭载的空战系统 X-47B执行作战任务的能力非常全面 有人驾驶战机轰炸机能执行的所有任务 几乎它都可以轻松完成 不仅如此 X-47B还能够进行自主空中加油 这无疑再一次提高了航母的作战半径 以及自身的远程飞行能力 在X-47B试验机试飞不久后 美国空军将领甚至提出过一些设想 比如让X-47B和大黄蜂一架接一架起飞着陆 以形成空战机群 接下来大家可以脑洞一个问题 如果当时这个设想成立 X-47B被批量生产 那么它和大黄蜂组合所形成的战斗力 会是什么样的呢 不需要考虑飞行员的因素 无疑会节省大量的空间装载燃料和弹药 自然能飞得更快更远 同样也不用考虑驾驶舱能承受多大的阻力 完全依靠高度自动化的自主性 释放信号执行任务 即使在高度复杂的战场上 这种自主优势 也可以作为载人隐形飞机的移动炸弹舱 在载人飞机前数十公里 或者干脆绕到敌机的另一侧 这些战术都是可行的 以上就是X-47B作为轰炸机的性能体现 优点众多 不过话说回来 这么厉害的无人机 美军为什么没有批量生产呢 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 相对于今天而言 完全自主的软件系统也是靠不住 一套成熟AI程序需要大量的数据培养 X-47B虽然一部分确实脱离了人工控制 但远没有达到预期的作战水平 想实现超高距离的自主攻击 就要解决战场信息的自主搜集能力 战术选择能力 判定和规避敌方拦截等多个方面的技术难题 这些都需要人工智能在短时间内 梳理海量的数据 并从中得出分析和判断 以目前人类制造的芯片和智能水平 都没有办法完成 更何况是在十年前 更直白点就是 当时的自主飞行程序并不完善 无法保证它不会出现意外 这句话放到现在也适用 具体可以参考电影中的爱迪 这也是现在无人机 不可能完全替代传统战机的主要原因 并不完善的X47B为什么会被美军改为加油机呢 接下来咱们就来聊聊这个 性能如此强大的轰炸机 却改成功能单一的加油机 从这个出发 确实无法理解美军的做法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看 或许所有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上面说到 X47B机长只有FA-18EF的60%左右 重点是它的翼展 展开的时候19米 折叠起来只有9.4米 这个翼展长度占甲板面积较小 非常有利于航母搭载 根据此前美国航母工程师透露的消息 一艘核动力航母可搭载150架X47B 有了这个数据 咱们再结合X47B的长航程 长制空 隐身 自主驾驶等特点 就会发现 航母火力瞬间提升了两倍之多 假设 X47B的用途已经被改装成了加油机 那自然不会拉满150架 但是在航母甲板的缝隙里 多填上那么一两架 甚至是十来架 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 完全不会占用舰载战机的起飞空间 这就是X47B小体性的优点 除了这个因素 把X47B改成加油机 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X47B在此前的试验中 能自主机动到距加油机9.1米以内的距离 依靠的并非GPS 美军公开的数据资料显示 在一次加油对接过程中 X47B从两公里外的距离 开始尾随KC707加油机 然后分别使用了光学传感器和视频摄像机 对目标进行甄别 在接近距离加油机6米左右的时候 X47B又自主执行了接近监控 并成功将售油探管插进加油机的追套当中 加油机在5分钟内向X47B输送了1361公斤的燃油 在此之后 X47B仅依靠光学传感器 成功执行了多次空中加油任务 这个时候我们把角色反转 在不装弹药的情况下 现在至少两吨燃料的X47B 是不是也可以自主的去对接受油机呢 无论是给无人机加油 还是为有人机加油 整个加油的过程都会变得更加轻松 躺着就可以享受 谁还愿意费劲出力呢 节目至此 结合X47B小巧的特点 我们就能得出一个大致的结论 如果福特号航母携带10架X47B加油机 那么整个舰队75架大黄蜂 咆哮者F35C几乎不用降落 随时随地都能被动加油 考虑到弹药补充不用降落的说法多少有些夸张 最起码加油会很方便 作战半径自然也会更长 或许这才是X47B被美军改成加油机的核心原因 世界第一高峰大家都知道是珠穆朗玛峰 在不查资料的情况下 大部分人都不知道第二高峰 很多人会为第二名打抱不平 觉得他仅仅缠那么一点点 凭什么就不能赢得同样的重视呢 火力军想说第一虽然只比第二好那么一点点 或者早那么一点点 但谁让人家是第一呢 作为人类航空史上 第一架实现半主动飞行 第一架实现全自动降落 第一架实现全自动空中加油的航空器 无论未来的无人机有多先进多自主 见了X47B都得喊一声前辈 这就是里程碑式的意义 这就是里程碑式的意义